Hi, welcome to my channel 欢迎来到小飞英语 今天我们来看30个常见身体部位的英文单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head 表示头 我们来看一个和头相关的英文表达 叫做put our heads together 这个词组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是 把我们的头放在一起 但它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 它表达的意思是集思广义 同心协力 我们来看一个电影片段 好 在刚才的片段中用到了这样的表达 put our heads together 表示集思广义 同心协力 好 们再来往下看 第二个单词是头发 hai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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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发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脸 fac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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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脸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眼睛 ey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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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眉毛 eyebrow eyebrow 第一个词 eye 咱们刚刚讲过表示眼睛 后一个词读作 brow brow 组合在一起 eyebrow 表示眉毛 好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耳朵 读作 ea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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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耳朵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有一个和耳朵相关的英文表达 the walls have ears the walls have ears 从字面意思上理解是指墙有耳朵 但是这个短语不是这个意思 它表达的意思是隔墙有耳 说话的时候要小心 我们来看一下电影片段 好 在刚才的片段中用到了这样的表达 the walls have ears 表示隔墙有耳 有些话不方便说 好 我们继续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鼻子 nos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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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鼻子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是嘴巴 mouth mouth 我们注意最后一个音标读作 th 这个音在英语中叫做咬舌音 发音的时候我们的舌尖轻轻伸出来 放在两个牙齿中间 th th 轻轻的咬住 所以这个音叫做咬舌音 连起来 mouth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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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嘴唇 li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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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牙齿 读作 tooth tooth 后一个音也是咬舌音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表示舌头 读作 tong tong 我们来看一下和舌头相关的一个表达 叫做on the tip of my tongue tip这个词表示在尖端 这句话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 表示在舌头肩上 那这句话引申一下 他表示话到嘴边 忘记怎么说了 我们来看一下英文片段 好 在刚才的片段中表示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 用了on the tip of my tongue 这样的表达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脸颊 读作 chee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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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音标 读作 至于这个音发音的时候嘴巴是往前撅的 类似于中文中吃东西的吃 但是嘴巴是往前撅的 读 读 组合在一起 chee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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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表示脸颊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下巴 chin chin 我们可以边看视频边跟读 这样效果会更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酒窝 有的人在笑的时候有小酒窝非常可爱 酒窝这个词叫做dimple dimple dimple 酒窝的意思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脖子 ne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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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脖子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喉咙 读作throat throat throat 第一个音同样也是咬舌音 舌尖稍微伸出来一点点 量起来 throat throat 表示喉咬咙ereNow我们再来往下看 elbo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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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后背 bac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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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词有后边的意思 好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腰 wai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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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手臂 读作arm ar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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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手 读作hand hand hand 我们来看一下和手相关的一个英文表达 叫做talk to the hand talk 这个词咱们比较熟悉 表示谈话的意思 那这句话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 talk to the hand 表示合手说话 那它的隐身意思是 不想理你 懒得和你说话 我们来看一个电影片段 Richard Richard I kept calling you weren't answering talk to the hand Monica 好 在刚才的片段中表示 不想和对方说话 懒得理你 用了talk to the hand 这样的表达 这个在日常英语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好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手掌 读作palm pal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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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手掌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拳头 读作fist fi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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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拳头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手腕 我们注意在这个单词中w是不发音的 这个也是英文中的一个发音规律 如果一个单词是以wr开头 那w在开头通常不发音 比如咱们刚刚讲到的这个词 手腕 wris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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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头的w是不发音的 类似的词还有很多 比如说write write write 书写 还有wrong wrong错误 我们来看这些词它都是以wr开头 通常w不发音 这个也是英语中一个常见的发音规律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好 下一个词表示手指 读作finger finger finger 那五根手指用英语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大拇指叫做thumb thumb thumb 注意末尾的b是不发音的 thumb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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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指叫做index finger 前面的词index 本身就表示索引 指示的意思 那我们经常用实指来指东西 所以呢 实指又叫做index finger 那中指呢 叫做middle finger 这个词比较简单 middle 本身就表示中间的意思 中指叫做middle finger 那无名指叫做ring finger 那无名指叫做ring finger ring 表示戒指的意思 我们的无名指经常用来戴戒指 所以无名指又叫做ring finger ring finger 小拇指叫做pinky 好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腿 le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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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往下看 下一个词表示膝盖 kne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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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单词开头的字母k是不发音的 读做k knee knee 通常如果一个单词是以kn开头 开头的k通常是不发音的 比如咱们刚刚讲到的膝盖这个词读做k knee knee 还有其他的词 比如knife knif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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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刀子或者是knight nigh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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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这个词开头的k都是不发音的 这个也是英文中的一个发音规律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 再来往后看 下一个词表示脚 foo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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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来看下一个词表示脚趾 toe toe 好 今天这期视频只要分享了30个常见身体部位的英文名称 如果你也喜欢这样的零基础英语 欢迎点赞评论关注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 下次再见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